今天帶大家來到深井浪泉 一個剛剛完成裝修的單位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看看吧 今天參觀的這個單位 絕對是不少人值得參考的例子 不單是外觀大方得體 更重要的就是香港地寸金尺土 它幫我們想起如何省位 一進來這個廳,我就完全被深深吸引 因為它的主色正正是我最喜歡的米黃色 再加上不少木色的家具 給人一種和諧舒服的感覺 當然,不得不提的就是這張餐桌 黑色鏡面設計給人一種高貴的感覺 再加上木色的桌腳 最緊要不只它出的廳堂 還可以靈活動動 想拍一邊,令到多些空間活動都可以 拉出來用又可以,真是一舉兩得 近年,不少人都很喜歡開放式的廚房 一來就可以增加客廳的空間感 二來,當然是煮飯的時候沒那麼悶 可以看看電視,或者跟人聊聊天吧 而且不少人對於廚房是非常之重視的 因為很多人都以烹飪為樂 看完客廳,就看看兩間房間是怎樣 設計師在這間屋裡 利用了大量的電動托門設計 而我個人就最喜歡這道玻璃門 因為門上的山水圖案和窗外的風景 互相配合,令到整個設計風格更加一致 設計師在這個衣帽間 利用了大量的鏡面設計 一來可以方便女戶主照鏡 二來都大大增加房間的空間感 衣帽間地台其實收了很多儲物空間 但又無損整體的活動範圍 真是一舉兩得 看完主人房和衣帽間 就輪到客房了 至於客房空間雖然不算多 不過都藏了單人床 朋友想到這裡借宿一宵 絕對沒問題 參觀完整個單位 是否啟發了你很多室內設計的靈感呢? 下集我們設計全面 看會為你介紹更多的精選單位 下次再見啦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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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見